幕发声明 说我杀人藏民 我看我死心 那时候他在弄卢伯辛电丸 所以他自己都带刀子 就是扒了扣脚之后 可能一言不合 然後他就一刀就把他刺死了 自覺父親對他偏心 不滿父親多次要求他出外工作 埋伏在家門口 砍殺父親一百多刀後致死 一二省陳玉安都被依照殺害 第一次看到這個年輕人的時候 那個好像全世界跟他都是敵人 在法庭呢 是跟他媽媽有見到面 基本上他是離我們很遠 那個眼神讓我感覺的就是懼怕的眼神 希望犯下這樣的罪 來讓自己快速地得到死亡的結果 他一直是認為他只要做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很快地他會在捷運站被保全 可能就是八強隔壁 當自己的孩子做出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大概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這個問號會跟著他們一輩子吧 那這個問題恐怕一生都得不到解答 可以祝福了嗎 本來就是 我 secured我來打擾 你 我來吧 那子 我來打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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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的平衡 我來打擾